Lesson 9 里面,我们教大家如何加音乐背景进行Stringray 我们会用到一个WWISE的应用程式,我们打开这个Project 这里有很好的Message,因为我已经开了 在Window的WISE Audio,就会打开到一个应用程式 这里有不同的音乐设计,我们首先要注入音乐设计 在Project 里面,按过Inport Audio File 也可以选择它放在哪里 最简单就是把它放在Project 里面 在左手边有一个Add File 选择我们想要的Wave 或者MIDI File 再选择 好了,你见到放在里面之后,我们也可以放在不同的里面的Folder 里面有一个Setting,或者Audio File 其实我们在这里就Loop了它,无限Loop 完了之后的Audio File,我们要建立一个Event 在Event 里面按一按,我们将Event Name 改作叫Background 在这个Event 里面,我们将Event 里面 将Audio Drain & Drop 在这个Event 里面 就Play 它 好了,完成了Event 之后 我们在这个Event 里面 我们将Event 里面 用的是 For Windows 下面还有不同的选择 如果有多些声音都可以加进去 按一按 Generate 然後把事件扔到Stringway 在Stringway裡面我們看看內容的音頻 多了一個Node 下禮了它 測試一下聽到聲音 我們會用到Level4的Node 來trigger這個Event 我們打回Wwise Trigger 就會叫這個TriggerNode 我們打開Level就上去 Low了所以就Ultra 接到In 而Name就選這個Background 跟我們的Event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已經完成了 我們試一下 玩這個Level的時候 它自動就會Low這個聲音 按我們之前做過Trigger的Animation 按I 有Background Sound在這裏 Playback完全有感覺不同了 轉回Perspective 就可以看我想要的東西 在這裏你學到怎樣加聲了 好ertas 在一起 其實 Excel